男园深沙 哟 大爷你可好久没来了 喂 喂 喂等东西追着年龄不断 приход动 你体会不到因为你的选 Nobel 欲为丢了天真 没必要方程 一路走来的些许哲义 羊马都鸟狼江湖 没有多少压力 从小到大 也在不学鱼 摸了卸下 翻家园买车 不敌他也带回了家 也偶尔学人操课 年少轻狂假装朋克 来喜马拉雅 做了播客 尽小吃喝玩乐 电影里面演过老师 对 牵到里面教会你吃 对 或者不能走入行事 那把我比爱 你尽快找到组织 2004加入了德云社 日子过得刚好 每天都很磕色 他朝阳喝酒 没事他经常更糟 他看高 牙滚救出他在分聊 一身就中间就会退飞 他坚持让我致敬 没错 你管他现在十几岁 乖乱是醉状的生命 他没说 这位大爷被老心衰 一年第一大爷真的有点悲哀 他没说 这位大爷帮我送志 不想生活每天过得像是公事 他没说 这位大爷先做做浪 不能被青年红浪拍在沙灵池上 苍蜜水 小杯大爷不可无功 只大浪天空潇洒 乘着海国天空 我谢谢您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准时准点 又跟您这聊天的 最近一段时间 这个乘风破浪的姐姐 我觉得挺火 有人说准确的形容 应该叫乘风破浪的姑奶奶们 听说哥哥们也酝酿着 要披荆战机了 我一想呢 你大爷呢 是吧 大爷们 是不配拥有姓名吗 所以我就想了 这刚才唱的那段 我觉得这段 是不是可以组个团 就叫兴风作浪的大爷们 说这些没别的意思 是真觉得现在咱们 越来越多关注 除了年轻人外的不同群体 我觉得真挺好的 所以我呢 今天准备跟各位聊聊大爷 就大爷这个群体 咱们之前聊过 但是我觉得没聊透 不太尽兴 所以今天呢 咱们接着聊聊 那么说从哪开始聊呢 眼下青年男女搞对象 结婚 手续挺麻烦 那我说的不是去民政局领证 那个手续简单 到了地方手续费一交 相片一照 身份证一验 是吧 工作人员拿着大红的公章 嘴里还得问一句 是自愿的吗 男青年就得说 自愿 女青年呢 也得说 我也自愿 咱们一盖章 这不是齐活了吗 成两口子了 这简单 关键就是说 领证以前 有好多手续挺复杂 俩人得 互相来个讨价还价 得谈判呢 具体都谈什么呢 您比如说 结婚以后 存折 归谁手里掌握着 是吧 这是一点吧 家里边大事小情 谁说了算 谁负责 最后谁拍板 这是一点吧 然后 每月给丈母娘那边多少钱 给婆婆这边多少钱 小姑母俩有了孩子以后 归婆婆带呀 还是归丈母娘带呀 最重要的问题 每天的这三顿饭 咱们是轮流直日呢 还是固定就归谁管呢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予变 这些事 反正最后结婚之前 都得掰着清楚了 有的小两口啊 刚结婚的时候 咳 米粒调油 那叫一个好 好的就跟一个人似的 家务活 那谁多干点 谁少干点都无所谓 来功夫一大 不成了 怎么叫现原型呢 对吧 今儿你懒得炒菜了 明儿我懒得刷碗了 两口子谁都不吃亏 干脆哥那谁都甭干了 那谁都甭干了 也不能饿着呀 索性 点点外卖吧 吃完一磨嘴 连碗都不用刷 对吧 所以要我说呀 外卖这行业 在维护中国夫妻关系 和谐这个问题上 那就算积了大德了 以前两口子过日子 那就根本没有这么多问题 老北京这么个说法吗 说是谁家的媳妇好 好到什么程度呢 那是上抗一把剪子 下抗一把铲子 意思就是说这媳妇啊 手巧 女工真指 全都玩的转 做饭的手艺也行 就算是一等一的好媳妇了 我们家原先就是这样 小时候下午放学 在外的疯狗了 肚子也饿了 这才想你回家来 背着书包到家一推门 每天固定的景 都是我母亲在厨房 气势咔嚓 见炒膨炸 那做饭的 我爸呢 坐在那 桌子上有俩小凉菜 拍个黄瓜 拌个豆腐什么的 最不济 来包花生豆 弄几个开花豆 自漏一口酒 巴达一口菜 等着我回来 正式开饭 老头 轻易没有自己下厨房的时候 除非是我妈临时有事 不在家 再不就是 逢年过节 打算改善改善生活 临时 来我炒俩菜 我露那么一手 这行 后来我就发现这么一规律 中国的大爷 您甭看平常轻易不下厨房 油瓶子倒了都不知道服务 可是多少呢 还都有点绝招 会做几个拿手菜 一般的还都是横菜 原先我住白塔寺的时候 有这么一个街坊 哎大爷 哟 这老头奇人 这一辈子最爱吃包饺子 哥平常日子 厨房对他来说 那就跟女厕所 女导堂子一样 绝对是不往里头卖布了 哪怕您说路过 隔着门看一眼都懒 不成 说句文言 那叫君子远袍厨爷 唯独吃饺子 那是必须亲自动手 别人还不能随便跟人掺和 为什么呢 老头有个特别的讲究 爱吃这个刚出锅的热饺子 咱们平常吃饺子 一般都是走俩极端 有人爱吃凉的 热饺子不吃 有的人呢 就爱吃这烫嘴烫心的 恨不得饺子从锅里 刚捞出来 当时就得往嘴里塞 烫的满嘴都是泡 回头再拿牙签挑去 这都没关系 人家要的就是这劲 我们这结婚大爷就是 爱吃热饺子 他这爱吃热饺子 跟别的人还不一样 单于露数 平常说咱们煮饺子 都是二三十个一起下锅 对吧 煮熟了一起捞出来 装盘上桌 刚开始的时候 头几个吃的还是烫嘴烫心的 热乎的 越往后吃 那肯定是越凉啊 这老爷子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啊 追求的是 吃第一个饺子的口感 跟吃最后一个饺子的口感 必须一样 不能走行 那怎么能 让他就一样了呢 现在咱们家里喝水啊 用的是那饮水机 电水壶 以前老百姓过日子 家里多数都是预备俩烧水壶 一种就是 好多朋友都有印象啊 那种老的驴水壶 再有一种水壶呢 是那种白铁皮打的 圆柱形的 上下一边粗 正好能塞到 蜂窝梅炉的那炉堂里边去 这种水壶 有个专门的说法 叫水瘦 又叫窜壶 老的那种 驴水壶做水的时候啊 只能是壶底受热 里边装的水也多啊 一壶凉水 你想烧开了 最起码20分钟 这水窜呢 不一样 装的水少 差不多就是那种 糖瓷的那大瓣缸子 一缸子的那个量 塞的炉堂里边 等于还是 这圈整个都受热 连底一块 那用不了几分钟 水就开了 以前大伙那日子都不富裕 家里茶业也有限 咱们中国老百姓 那个老理 讲就是 这这来客人才七茶呢 哎 这里边就有学问了 什么学问 您比如说啊 来的这位跟您关系 不是特别近 您面子上呢 又得糊弄糊弄 哎 您就可以拿这种 老的驴水壶 接一壶凉水 然后跟人家说 您坐啊 坐啊 哎 等我给您沏水啊 这这这 沏茶去啊 你等会啊 一般人 您想想 谁可能说 屁股那么沉呢 为了喝口茶 连着跟您这耗 二十分钟半个小时 那人家没有 把事说完了 人家走了 这么一来 面子也圆了 是吧 茶叶也省了 对吧 这就是办法 您真要说 来这位啊 跟您关系近 时心时意的 想留人在家喝口茶 那您就得拿这水摊 哎 他快呀 我们这街坊大爷 喝水用水摊 煮饺子 也用这水摊 这水摊小啊 里面最多 就能搁两三个饺子 哎 人家吃饺子 走的是 帅羊肉的路数 带着老花镜 一边包 一边煮 一边吃 哎 包两个饺子 扔到水摊子里头 煮熟了 捞出来 马上趁热就吃 吃完了呢 再包俩啊 哎 包完了再煮 再吃 连吃再玩 这一顿饺子 恨不得能吃一下午 等吃到最后一个饺子 跟第一个饺子 造型一样 分类一样 口感一样 温度呢 照样一样 哎 这路饺子不用吃 光看着就能觉得那么讲究 这 话说到这儿啊 就有个意思了 为什么说 爸爸多数都比妈妈 做的菜好吃 上品 有讲究呢 哎 这里边的道理 你要掰执起来啊 其实也挺简单 妈妈做菜呢 说句得罪人的话啊 那属于本职工作 那爸爸抽冷的 要下厨房做回菜 那就玩 打根上说 这心态不一样 真正的 他大师 高手 多数 其实都是玩出来的 你就拿唱京剧 黎元号上来说 回头你有空 可以查查资料啊 早年间 那真正叫的响的明觉 十个里边 最起码得有八九个 是票友 搬哪下海的 不是说正经科班出身 啊 人家当初干这行 纯就为了玩 哎 耗台买俩 不为挣钱 不计成本 最后才能把自己 这手里的活 玩到极致 西城大爷住的乐坛那边 再往西走 北京西四环五克松 301医院南边 有条西翠路 西翠路有个翠薇大爷 老爷子姓徐 老家是山东那边的 十几岁来北京 学的就是做这个 酱猪蹄 酱肘子 各种酱货的手艺 后来去301医院食堂 当的大师傅 徐大爷做菜这手艺啊 尤其做酱货这手艺 那叫歇的拉屎 独一份 一文零 怎么做怎么好吃 用我们说向的行话讲的 人家是打小链的童子宫 这几年呢 老爷子岁数大了 干不太动了 前些年呢 您去西翠路那边看啊 每天上午大概9点来庄 好多人就开始 跟徐大爷他们家小区 门口排队 真有卖这机票 坐着飞机过来的啊 就为学们这口酱肘子 酱猪蹄 前两天呢 岳云鹏他们 还特意跑过去凑热闹 说排了半天队 买徐大爷这肘子 猪蹄 不光自己吃 吃完了还给郭老师打包 带了一份 是吧 就这么 馋人 老爷子每天下午三点啊 准时准点 骑着小三轮出来 一盆肘子 一盆猪蹄 最多半个钟头 卖完就收摊 有那吃主就说 老爷子 您这肘子猪蹄 大伙这么爱吃 每天干嘛 您多做点啊 腿头还能多挣俩钱 是不是 人家老爷子讲话 我干这个呀 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退休了 图个乐 玩 多了弄不过来 弄出来呢 也不是那个味儿 你瞧 我小时候啊 大爷卖酱肘子 酱猪蹄的少 看大门的多 卖冰棍老太太 看大门老大爷 这都是纳叔固定的搭配 哎 您要是倒过来说 卖冰棍老大爷 看门老太太 怎么听 怎么觉得别扭 是吧 眼下这单位学校 好多都换成保安了 年轻小伙子看门 看传达室 我小时候啊 不行 甭管单位还是学校 门口必定得放一个五十来岁 六十稍微出点头 这么跟前零段的老大爷 那看门老大爷 多数都是退了休 闲的没事干 自己找这么室友 半位挣钱 半位姐妹 哎 说到底也是玩 所以平时跟学校呢 也是特别敢说话 特别较真 不怕得罪人 你就看校长不顺眼 也训得跟三孙子似的 校长还没脾气 是吧 看学生淘气 拽住了就敢训 你还别跟他降嘴啊 惹极了老大爷 直接拽着你 就找老师去 连老师一块训 那么说去看门老大爷 您知道历史上最牛的看门老大爷 是谁吗 这个事儿啊 恐怕还得按东西方的文化分 西方文化里边啊 最牛的看门老大爷 叫圣彼得 哎 你要不知道圣彼得是谁啊 最起码 听说过意大利罗马那边 有个梵蒂冈吧 汤普汉克斯演的 那个几部大片 像什么达芬奇密码 弹钉密码 天使与魔鬼 老离不开那地方 整个梵蒂冈 最重要的建筑 就是这个圣彼得大教堂 西方民间传说啊 那耶稣 一共收了十二个徒弟 圣彼得 是大师兄 这人升天以后 负责在天堂看大门 按西方文化说 人死了以后 坏人下地狱 好人上天堂啊 甭管是谁 想进天堂的大门 您都得先过圣彼得 老爷这罐 你要说中国文化 跟西方文化不一样了 咱们不管天堂叫天堂 叫天宫 天堂就一个门 圣彼得大爷 一个人就能照顾过来了 那么天宫呢 不一样 有东南西北四个大门 那就得放东南西北 四位看门的老大爷 哪四位看门老大爷呢 东方持国天王 南方增长天王 西方广目天王 北方多闻天王 老百姓俗称叫四大天王啊 换到风神演义里边 就叫摩家四兄弟 是吧 魔力青 魔力红 魔力海 魔力兽 话说到这 号叫真儿的朋友就该问了 说西游记里边有四大天王 负责看着天宫四个大门 还有四大金刚 负责看着西天佛祖 灵山圣经 东南西北四个大门 这四大天王跟着四大金刚 是不是一回事呢 哎 还真就是一回事 四大天王 其实就是从四大金刚那边画过来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国土生土长的就是道教嘛 是吧 像什么玉皇大帝 王母娘娘 太上老君 都算是道教里头的神仙 佛教呢 是汉朝才从印度那边传过来的 传过来以后呢 就跟着道教互相穿和 你用我点东西 我用你点东西 你比如说 关羽关老爷 在道教这系统里边就 关圣人呢 还是武才神 你要是放到佛教系统里呢 关羽又是一位重要的 护法前篮 佛教里边有位观音菩萨 您都知道吗 可您要是有功夫去道观里边转转 也能看见观音菩萨的神像 哎 只不过到了人家那边呢 观音菩萨就不叫观音菩萨了 叫慈行道人 西游记里边的四大天王和四大金刚 其实也是这么回事 哎 在佛教那边就叫四大金刚 到了道教这边呢 就叫四大天王 话说到这啊 有这爱较真儿的朋友又该问了 那既然说四大天王 跟四大金刚是一回事 那西游记里边连灵山带天宫 总共八个大门 啊 那么总共就四个看门老大爷 他们这班是怎么排的呢 哎 这话怎么说呢 反正写小说的人就是这么一写 您呢 就这么一看 别跟着太较真儿 啊 我只能这么说 四大天王 四大金刚 啊 这四位看门老大呀 说来说去都是神话传说 中国历史上确实也有一个黑纸白字 有据可查 特别牛的看门老大爷 可以说是改写了中国的历史 信陵君窃服救赵 这篇课文 中学语文课啊 您差不多也都学过 话说是公元前257年 秦国发兵 攻打赵国 赵国呢 没打过人家 最后连都城邯郸 都让秦国给包围了 眼瞅着就要亡国 赵国实在没辙了 只能派人去卫国求救 请援兵去了 卫国国王呢 派了拨援兵过去 没想到走到半道上 又后悔了 啊 不想去了 下令 按兵不动 打他眼睁睁看着赵国 完蛋 卫国呢 当时有个信陵君 啊 这个 明被淳王齿寒 这么个道理 就说赵国要是完了 前后脚 卫国也就快了 说心里特别着急 跟那 哎呀 掰开了 揉碎了 讲道理 卫国国王呢 是你爱怎么说怎么说 啊 你怎么说 反正我就是不听 就在这紧要的关节 啊 卫国都城大梁 差不多就是 今天河南开封那块地方 有这么被看门老大 当时已经七十多岁了 叫侯盈 这位侯大爷啊 给信陵君出主意 啊 就说 您说老这么干耗着呀 也不是个事啊 要不这么着 明的不成 咱们来按的 啊 你把国王的兵符印信 啊 给偷出来 咱们先救了赵国 别的事 以后再说 哎 这信陵君觉得他这话还挺有道理 就把魏国的这兵符给偷出来了 甲传圣旨 带兵 把赵国给救了 那偷完兵符以后呢 信陵君有家也回不去了 那后半辈子就得留着赵国了 哎 侯大爷一看 该办的事也办成了 那么信陵君也回不来了 要是接茬留的大梁看门 国王将来知道消息 知道是他给出的主意 自己反正也唠不着什么好 干脆 我也甭等人家动手了 拔出宝剑来 就抹脖子 就自吻了 从此留下一个 是为知己者死的 这么个典故 要不是这位姓侯的看门大呀 秦始皇他爸爸 没准就能提前扫灭六国 统一天下 中国历史可能真的就从此改写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好 我是于谦 这回咱们就开始聊天了 节目开头呢 先给您放了段挺怀旧的音乐 兄弟莲 话说起来 这也是十多年以前了 2009年前后 那时候好像还不太流行 网上追剧呢 电视上火了两部军事题材的电视剧 用我们小时候的话讲 那叫打仗片 战争片 那两部呢 一部是国内拍的 叫我的团长我的团 再一部呢 就是美剧兄弟莲 兄弟莲 实际是2001年拍的 中国大陆引进供应 差不多是2008年以后的事 我印象里边大概连着得有 小两年的时间 电视上放的全是兄弟莲 这台看完了 觉得不过瘾 换个台 接茬还能看 兄弟莲热播的时候 那段 往前再推11年 1998年 拯救大兵瑞恩也挺火 特别是电影最后啊 汤姆汉克斯演的那个 米勒上尉 拿着把小手签 打坦克那段 好多朋友跟电影院里边看的时候 哎呀 哭得稀里哗啦的 比拯救大兵瑞恩再早33年 1965年 美国人还拍过一部大张片 叫坦克大决战 这部电影呢 90年代那会儿 央视正大剧场 播过几回 呵 也挺带劲 只可惜后来上 电视上好像是不怎么播了 哪位要是有兴趣 可以上网搜索去 应该是还能找得着资源啊 那么说兄弟莲 拯救大兵瑞啊 坦克大决战 但凡讲二战西线战场 讲诺曼底登陆啊 特别是讲101空降师的电视剧 啊就影视剧吧 包括那个电脑游戏 肯定是绕不开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叫阿登高地 巴斯通 哎 今儿我就带您去巴斯通 转悠转悠 看看这个温斯特少校 他们蹲过的那个战壕 找着兄弟莲的感觉 巴斯通地方不大 就是一个小县城的感觉 这地方在比利时东边 紧挨着法国 您要是有机会去趟法国 临时租辆汽车 啊给脚游就能过去 巴斯通当地有条河 叫这维尔茨河 啊2600多年以前 最早开始有老百姓 守着这条河 盖房啊 开荒啊 过日子了 14世纪那会儿 比利时那边出了一个挺豪横的土皇上 叫这个卢森堡的约翰 这人生下来就看不见东西 啊 这这这说是盲人 对了 这生下来就是个盲人 可是呢 还挺厉害 爱打仗 啊 上了战场 拿着大片刀就开始抡 啊 王不全 乱全打死老师傅 不管不顾 方圆两米之内 甭管是哪头的人 有一个算一个 那是挨着死碰着王 哈 哈 他一上战场寸草不留 连大树都能给放躺下 所以说 只要是这哥们上了战场 不管他哪边的人 他那边的人 还是对方的人 全都躲得远远的 那么卢森堡的约翰 抡大刀片 抡到了1332年 就把巴斯通这块地方给占了 啊 修了连片的城墙 城墙上的还修了好多炮楼 巴斯通您甭看地方不大 用说书先生的话讲 那叫一夫当关 万夫莫开 自古就是兵家必争之地 正好卡在七条大道交汇的地方 别的不说啊 那地方旁边还有个古战场 特别有名 我一提 您肯定知道 哪个战场呢 滑铁卢 自打这个卢森堡的约翰 跟当地修了炮楼以后 西班牙人 荷兰人 德国人 全跟这地方交过进 啊 结果打死也攻不进去 全让当地老百姓给打跑了 最后还是法国人的本人了 把这巴斯通的炮楼给端了 所以您现在去巴斯通 当地老百姓说的就全是法语 风俗习惯也跟法国人差不多 可能 你说差不多吧 还是稍微有点区别 怎么个区别法呢 法国人的这个脾气秉性 用老北京话讲 就自来熟 特别浪漫 特别热情 愿意交朋友 巴斯通的老百姓呢 过日子说的是法语 这性格 好像还更接近德国人 平常老捧脸 不爱开玩笑 就仿佛挺酷那么个意思 实际一接触呢 人还是特别实在 一时一二时二说话办事 都比法国人靠谱 法国呢 有个特别厉害的皇上 叫路易十四 您都知道啊 公元一六六二年 这哥们早上起来 大概是 啊 早晨 早点吃顺溜了 啊 脑洞一开 心里和解 说 我们家老祖宗 脑子别的裤腰带上 把巴斯通给拿下来了 当地的城墙炮柔 修那么结实 万一哪天让别人给抢去了 我再想往回抢 不还得死好些人吗 对吧 干脆 我给他来个绝的吧 从根上 就把这念念给你断了 啊 路易十四这脑洞的米开啊 吃完早点 摸我们嘴儿赶紧就刷了到圣旨 派兵 把巴斯通当地的城墙和炮楼 全给他拆了 1944年冬天 一连温斯特少校他们 守的就是拆了城墙和炮楼 一马平川 没辙没胆的 这巴斯通 巴斯通那场仗 德国人打的挺难 美国人守的也不容易 那可以说是杀敌一千 自损八百 兄弟连里边有这么个桥段 讲的就是1944年12月 快过圣诞节的时候 德国人给守巴斯通的美国大兵 写了封劝详信 大概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边啊 打的挺艰苦 啊 你们那边呢 守的也挺艰苦 你们这大伙都挺艰苦的 咱们何苦 咱们互相为难呢 是吧 弄的都不痛快 这不好 啊 要不这么着吧 你们也想开点 干脆投降吧 我们这边呢 也是交枪不杀 又带俘虏 啊 荣华富贵 金票大大地 哈哈 美国大兵那边 领头守巴斯通的是个准将 叫安东尼 这哥们接着这劝详信以后啊 就回了一个字 反正这英语我不会说啊 反正是哪个字翻译成中国话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就是呸 哈哈 这就是这么个意思 要是翻译成我们捧根的专业术语呢 你就是别挨骂了 哈哈 开玩笑啊 反正就是不同意 直到现在 巴斯通当地的那个 还有个呸广场 呸广场旁边就是巴斯通战役的纪念馆 啊 广场中间立着安东尼的雕像 按巴斯通老百姓的风俗 每年12月的第二个周末 从礼拜五晚上开始 礼拜六礼拜天 恋着两天 就叫呸周末 啊 又叫呸节 你别看名不怎么样啊 搞的挺热闹 呼 弄得跟狂欢节 跟庙会似的 每年这两天 巴斯通晚上有游艺会 有美食节 还有烟火表演 那白天呢 能看见货真价实的二战老兵 啊 还有这个军迷二战真神秀 能看见各种原装的二战装备 什么坦克呀 装甲车呀 什么 这个威斯利吉普 什么都有 还能看见各种原版的二战军服 啊 比如说五十年代初 啊 这天津 他们那边流行过的那个美国猴 啊 就都能瞧去 当初五十年代那会儿 天津老百姓有个说法 说是时髦青年啊 有三大标配 那三大标配呢 就是戴瑞士手表 骑凤头自行车 穿美国猴 那么瑞士手表就不用说了 凤头车呢 指的就是英国罗利自行车公司生产的那个自行车 这种自行车 大概晚清那会儿啊 就开始出口到中国来了 自行车的商标带一个鸟头的形状啊 所以中国老百姓就给他起一个名叫凤头车 那时候骑自行车也有鄙视链 大伙公认英国自行车质量最好 德国排第二 日本货排第三 那么剩下乱七八糟砸牌子排第四 凤头车呢 又是英国自行车里边质量最好 档次最高的 可以说是自行车里边的劳斯莱斯 这事不瞎说啊 前些年北京收藏圈里边有位玩家 手里有辆一九二几年生产的凤头车 原装的 大零件都没换过 后来有人想把这辆自行车 从他手里倒过去 穿过穿过 对方开的件 是拿一辆劳斯莱斯换 结果您猜怎么着 这位玩家人还不干 哎就这么抢手 就这么值钱 那么天津人说的美国猴指的是二战那会儿美国的M1943大衣 啊就是您看兄弟连 蒋巴斯通那两集 新客上校穿的那大衣 这种大衣里边是羊毛的 保暖性好 脖子后边还戴个风帽 兜多 料也多 回头有时间您可以上网啊 把兄弟连翻出来 您再看看 那件衣服 就算放到今天冬天穿着跟大街上溜达也挺时髦 北京原先有东郊民想使馆区 天津原先呢有好多租借 这些地方当年都有美国大兵 1945年抗战胜利 日本鬼子投降以后回到这些地方的美国大兵部队上给他们发的就是这个美国猴 北京天津两个地方时髦青年啊 觉得穿美国猴比穿传统的这老棉袄大棉袍有派 带劲啊 甭管花多少钱 想方设法也得弄一件穿 那美国大兵您都知道组织性纪律性这方面稍微差点意思啊 日本投降是在八月份呢 离冬天还远着呢 这大一眼瞅着还用不着啊 那索性我就先倒腾出去卖俩钱换酒喝 这么着一个愿意买一个愿意卖 这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哀呀 美国猴就成了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 整个华北这么一大片地方 冬天最时尚的衣服 我听金姆老人讲话啊 五十年代初那会儿 一件半心不救的美国猴 用现在的话讲 七八成二手货 在小事地摊上 故意铺这类地方最少得要五十块钱 五十年代初的五十块钱 什么概念呢 刘宝瑞先生五十年代那会儿 说过一个向上小段 叫吃饭我花钱 那里边就说 当时在单位食堂吃饭 每顿饭有荤有素的 再来四个花卷 总共花不了两毛钱 下一顿馆子改善生活 最多也就是一块钱 您可以算算啊 那时候的五十块钱 相当于现在多少钱 五十年代初穿件美国猴 骑辆凤头车 手腕子上在来块名牌的瑞士手表 那意思就相当于七十年代 时髦小青年 宝绿上衣 配茶蓝的裤子 头上再扣顶绿军帽 脚上穿双白色的回力球鞋 往二八家中的猛钢 大自行车上这么一挂 那就是一个字 撒 可话说到这儿您要问了 说这兄弟脸里边的这件M1943大一 到了咱中国为什么就叫美国猴了呢 这事您要想掰着清楚了 咱还得稍微拐俩味 现在好多六七十岁的五零后 哄孙子的时候啊 还有这么个说法 说赶上孩子忒淘气不听话 给爷爷奶奶惹几眼了 老人就得这么说 闹什么闹啊 跟活猴似的 再不就得说是别折腾了啊 老老师呆着 猴了巴唧的 这眼下的年轻人赶时髦穿的衣服 漏的多点尺寸勒的紧点 好多老人 观念比较保守的 走大街上看见 觉得接受不了 五十年代初 时髦青年抢着穿美国猴 老人看见了也是这么个心态 觉得跟活猴似的 走大街上到处现眼 这么着 M1943大一 在中国就得了个美国猴的这么个外号 再后来不光是美国猴 各种大一都可以叫什么什么猴 比如说棉大一 就可以叫棉猴 皮大一呢 那就叫皮猴 马三立先生经典段子算卦 不是就这么说的吗 算命先生蒙人 糊弄事 小石板上写俩字没有 跟人穷对付 偏赶着这位算命的 要什么有什么 最后挤的实在没辙了 问人家天凉了 有皮猴没有啊 是吧 那你瞎这没留神啊 这这这一杆子就支着天井去了 那天井咱们就说天井 天井有个老字号做点心糖果的 叫老茂生 特别有名啊 2018年3月8号 人民日报还专门发了个消息 说是大黄油又回来了 天井老字号老茂生 焕发新生 人民日报说的这大黄油 指的是大黄油饼干 我印象里边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全国各地市面上常见的饼干 也差不多就那么三四种 小孩经常当零食吃的一种饼干 叫鸡蛋饼干 这种饼干是小圆片的 大概相当于现在一个钱缸味那么大 啊 这周围薄 中间厚 烤的特别焦 特别脆 金黄金黄呢 嚼在嘴里嘎巴嘎巴 只想能吃出那种特别浓的鸡蛋香味 啊 缺点就是太甜 厚的哼 吃多了容易腻 那么再一种饼干呢 也可以算是老北京特产 什么饼干呢 动物饼干 聊保镖那集节目的时候 有位网名叫 听友194285519的朋友 还特意给留了个言 说动物饼干啊 应该也算是六七十年代 老北京的特产 我在这啊 首先是谢谢这位朋友的积极参与 您要是不说的话 我都快想不起来这动物饼干这回事了 动物饼干呢 眼下北京的超市里边还能看得见 卖的价钱也不贵啊 一大口的饼干 得有小两斤的分量才要三块多钱 就是这味啊 跟我小时候不大一样了 我小时候吃动物饼干 油比现在的大 用的是葱油 吃的嘴里 咸甜口 口感也更脆一点 这种饼干原先都是跟商店里边散着卖 没有塑料袋包装 每斤大概是四毛多钱 但平时轻易还吃不着啊 非得赶上这个期末 跟学校考了个好成绩 再不就是家长单位有好事 什么调级业掌工资什么的 大人才舍得给小孩花钱买个一斤 当零食吃 商店售后员卖这种饼干都是 跟柜台上先铺一张码分纸 然后再拿撑腰 腰够了分量哗啦一声 倒在码分纸上 然后再打包 拿那个纸绳子捆上 动物饼干的油大呀 售后员打着包 眼瞅着那油就从码分纸上 阴出来了 小孩抱着这么一油乎乎的指包回家 一路上闻着味 这这干 这这怎么 这闻怎么觉得那么香 这动物饼干 纯粹就是哄小孩吃的这么个玩意 每块跟每块 除了外形不一样 吃的嘴里实际上没什么区别 小孩的心理 你想跟大人他又不一样了 讲究的是 我必须得吃着什么什么造型的 比如说想吃大象 那就跟着一包饼干里边来回翻腾 找这大象 万一售后员 要饼干的时候 手哆嗦了 这包里边翻来覆去 也找不着一个大象 孩子没准就能 坐地上哭声一回 鸡蛋饼干 动物饼干 说到底都是哄小孩吃的玩意 我小时候呢 真正能临时当饭吃 当点心吃的 那还得说是这大黄油饼干 大黄油饼干 七八十年代那会全国各地啊 但凡有高点厂的地方差不多都做 当然就牌子不一样啊 这种饼干大概得有扑克牌那么大 挺厚实 吃的嘴里不脆 发软 有点蛋糕的意思 这种饼干呢 出厂的时候就带包装 十几块饼干 整整齐齐 拿腊纸包啊 包的跟板砖似的 论包买 三四十年以前 要是去医院看病人 除了买水果罐头 买奶粉 卖乳精 就这些东西 固定的套路 都得买两包大黄油饼干 那么说 为什么非得买这种饼干呢 你想 他软的玩意 病人吃下去有营养 还容易消化 是吧 再就是万一病人嚼不了硬东西 还可以把这种饼干掰碎了 搁的热牛奶里边泡化了 弄成面糊糊吃 生活条件再好点的人家呢 平常也可以预备点大黄油饼干 为的是临时饿的时候 好搭搭煎 那时候家家户户过日子 差不多都得有个铁皮的饼干桶 饼干桶有圆的有方的 上头带个盖 饼干搁的里边能防潮 家里孩子多 尤其是男孩多的话 这饼干桶 平时还不能跟明面上搁着 必须得藏起来 藏在顶棍上 再不就是藏在大衣柜里边 要不然的话 您说这好几个孩子 见天你偷一片 我偷一片 用不了十天半个月 饼干桶里就空了 聊了半天 小时候吃的这动物饼干 什么大黄油饼干 那么您知道 这两种饼干的根 在哪儿吗 我跟您说 没准还就在巴斯通 巴斯通每年过这 胚节的那时间段 眼瞅着也要过这圣诞节了 当地老百姓都跟夜市上摆摊 卖一种当地特产的饼干 叫巴斯通饼干 巴斯通饼干 是拿这个面粉鸡蛋 牛奶黄油白糖 再加上点香料 这些东西做的 块做的特大 分量特别足 好几斤一个 四尘四尘的 还得做成各种造型 不光是做成小动物 烧鸡型的 酱肘子型的 悬油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大黄油饼干啊 按特大号的动物饼干 那么意思做的 这种饼干 平时当普通饼干 那么吃也可以 那过圣诞节的时候呢 当地的老百姓家里必须都得有一块 就跟中国人过年吃饺子差不多啊 十九世纪那会儿 法国有个饼干厂 觉得巴斯通老百姓吃着这种饼干 不错啊 就注册了个商标 跟比利时开了个分号 搞了搞技术改良 专门生产这巴斯通饼干 现在这个欧美国家的这个商店超市 但凡卖饼干的地方 差不多都能找着这种巴斯通牌的饼干 有邦就问了巴斯通的老百姓 这好边的怎么就想起来 做这么一种大号的饼干呢 哎 因为那地方啊 老打仗 打起仗来 他动不动的就让人给包围了啊 让人包围了 断水断粮 那不得提前预备点干粮吗 那您说这个陕西 甘肃啊 就那边到现在还流行吃锅 郭奎也是这么个道理 郭奎打根上说 就是秦王扫六国那会儿 秦军的军粮 不光打仗得预备干粮 洋人的航海技术发达呀 出海那也得预备干粮啊 面包占地方还爱坏 在海上不容易长期保存 好几百年以前像什么哥伦布 麦哲伦这些人出海远航 船上带的干粮全是饼干 出海吃饼干啊 撞在木桶里边 能防潮 赶时间紧任务多的时候 直接拿出来就能吃 要是不着急有闲工夫呢 那就可以再回回锅啊 是吧 跟火上烤烤 重新加工加工 吃顿热乎的 1944年那个圣诞节 守的巴斯通的那美国大兵 就是温斯特少校他们那帮人的那个原型人物 蹲在战壕里边 穿着美国猴 嘴里嚼着干粮 可能也也有这种巴斯通饼干啊 中国人原先不吃饼干 晚清那会儿各国的洋人 华尔船吃着饼干 跑到中国来 中国老百姓也是有样学样 才跟着一起吃饼干 直到现在 您可以掰着手指的算子 中国各地最有名的 那几个老牌的那个饼干的那个牌子 差不多全在北京 天津 上海 这几个最早跟外国人打交道的地 您说我平常啊 好喝两口 您都知道 咱们迁到刚开播的时候 那一集啊 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聊过这么一回 有个光皮油小孩 撒尿的那个雕像 那小孩平常尿的是水 赶上过狂欢节的时候就尿成啤酒了 巴斯通呢 也有个啤酒厂 厂名就叫巴斯通酿酒 厂的啤酒牌子呢 叫特鲁费特 这种啤酒拿小麦酿的 比利时风味的啤酒 酿酒的时候呢 还可以往里边搁点柠檬啊 芥菜 难过干什么的 反正乱七八糟的东西 这喝的嘴里跟德国啤酒的味就不大一样了 巴斯通紧挨着阿登高地啊 阿登高地的树林子里边啊 兔子多 喝巴斯通啤酒 最地道的下酒菜 就是当地饭馆做的那个阿登高地的煤酱兔肉 阿登高地煤酱兔肉 喝 听着特别高大上 其实做起来挺简单 这大块的兔子肉 配上葱头丝 白葡萄酒 再就是洋人喜欢的各种佐料 不搁酱油 清炖 炖的时候呢 稍微往锅里呀 放几个梅子干 梅子干呢 说是能去兔肉的那个土型味 肉烂的还快 原理呢 就跟有的朋友炖牛肉的时候喜欢放几个山楂差不多 一盘兔肉 以后有机会咱再挑个什么地方 接茬 咱们上外国再游游去 今儿咱们就说到这儿 各位朋友大家好 于谦准时准点 要跟您这聊天来了啊 这两天眼看着秋风就起来了 天呢 倒是真明显 一天比一天凉 那么这天一凉快呢 这人胃口就好了 就想吃点油水大的东西 那么今儿这集节目呢 咱不如就聊几样 有饭有菜 躺口 还解馋的这个应户 好吧 好多喜欢德云社 喜欢听相声的朋友都知道啊 我以前是北京系校相声班的这个学员 北京系校眼下还有啊 那老校区连地方都没动 就在桃圆亭北门马路对面的那胡同里边 那地方原先叫松百二 是个泥瓜 现在您去桃圆亭北门那边大马路上溜达 还能看见好多大姑娘小伙子穿着黑色的灯笼裤啊 白色的老头衫 腰里沙里一巴掌宽的板带 那不用问 肯定是打我们学校那边出来的校友 眼下有这么个说法 说是一个大学能养活一条餐饮街 全国各地啊 甭管哪大学 学校旁边都有这么一条美食街 大的小小全是饭馆 什么口味都有 最有名的 北大西门外头 人大南墙外头 那都是有名的饭馆街 这路守着学校做买卖的饭馆 赚的都是学生钱 菜价肯定得比普通饭馆稍微低那么一点点 菜量也得给的稍微多那么一点点 凭学生证还能打折 经济实惠 所以学生们都愿意去 有的饭馆一波一波的学生啊 老去吃 常年累月吃的都熟了 跟老板都吃成朋友了 大伙就管这个饭馆 叫自己学校的编外食堂 多少年以后毕业了 四五十岁了 搞同学聚会的时候 还愿意去这饭馆 就拿北大来说吧 北大小南门外头 现在有个全聚德的分号 好多老北大毕业生 应该还有印象啊 这个铺面十来年以前 直到二零零几年那会儿 还叫长征饭庄 长征饭庄再往早了说 叫长征食堂 是个老国营饭馆 卖的全是家常的吃 没什么特别的东西 学校食堂您都知道 菜里边的油水少 学生五六点钟吃完了饭 上个晚自习肚子里就又空了 刚才食堂的大师傅 按时上下班也不做夜宵 北大的学生下了晚自习 就拉帮结伙 去这个长征饭庄 吃包子 饺子 炒饼 热汤面 花五鸡俩钱 还能吃的挺饱 挺滋润 北大那时候好像总共有六个食堂 北大学生就管这老国营饭馆 叫学期食堂 算是北大的边外食堂 那么北京西校呢 也有个边外食堂 就是您都知道的 现在卖炉煮火 特别有名的小长征 要说起来啊 小长征跟我们这个取义界还挺有缘分 清朝光绪年间 河北三河县有位叫陈兆恩的农民 来北京做点小买卖 卖熏猪头肉 熏猪蹄子 卤猪下水 之前我们在节目中讲过 干这行的人 做买卖的时候 身上背着个木头柜子 里边装的各种熟食 柜子外的刷着一层红漆 为了跟这卖清真熟食的 有个区别 老北京管这行人叫背红柜子的 社会最底层的穷人呢 早上出门干活 跟怀里揣块烙饼 揣个馒头贴饼子什么的 等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找这个背红柜子的 买点酱货 夹着吃 解饱还解馋 要是兜里钱再付一点呢 那就可以跟这捞这个火烧的摊上 买两个刚出炉的热火烧 热火加凉肉 那更好了 干领加酱货 这么个吃法啊 夏天吃 秋天吃 问题都不大 冬天吃 够呛 您想这肉本身就是凉的 烙饼烧饼什么的 跟怀里揣起上午了 也就凉了 就算是摊上买的热火上 拿在手里西北风一搜 也生不下多少热火气了 是吧 那么后来群众呢 就找这姓陈的这位农民反应 说大冬天的 这凉的干粮 加凉肉 吃着嘴里 冰凉棒硬 还得顶着风吃 灌一肚子凉气 想喝口热水 都没地方逃 哎呀 陈实在受不了 这事不能老子 老陈你给想想折 这姓陈的农民一合 就干脆 我把炖肉这锅搬接上去得了 让你们守着锅吃 吃热火的 凡是到我这买酱货的 免费送肉汤 这叫买一送一 再后来又有群众反应了 说就是热汤 啃凉干粮 稍微还是差点意思 要不您受累把干粮 搁锅里给我们也咕噜咕噜得了 这么着一来二去 歪打正着 就发明了炉煮火肉 现在好多卖夜宵的啊 都是堵着各种娱乐场所门口做买卖 就拿我们德文社来说吧 十来年以前 门口有个摊煎饼的大哥 我们的人有事没事 老买人家煎饼吃 后来听说这大哥买卖做大了 发财了 小长臣当初走的也是这么个经营路线 专门守着个相声园子 细园子 摆摊做买卖 每天候上天一擦灯 快掌灯的时候出摊 跟向上园子啊 细园子门口搭上棚子 支上锅灶 大铁锅里边 废头肠子五花肉 炸豆腐配上大火热气腾腾 这么一咕噜 棚子顶上还得挂一盏小盖子灯 什么叫盖子灯呢 这种灯的学名啊 叫电石灯 点的是这个乙缺气 那就是现在工地上气汗用的那种乙缺气 中学化学课您都学过 有种东西叫电石 电石遇见水以后就起化学反应 就能放出来这种乙缺气 乙缺气这玩意儿沾火就着 那盖子灯呢 跟打火机那原理其实差不多 这种灯说白了 就是一大罐头盒 多数都是这个熄了的 罐头盒拿打开盖 把这个电石装进去 再倒点水 就能起化学反应了 往外冒一缺气 罐头盒拧紧了盖 一缺气顺着那口就喷出来了 花根火柴一点 这火就着了 这种灯呢 最早是外国人发明的 晚清那会儿传到中国来的 当时算是挺先进的 这么个洋玩意儿 英语里边管气叫嘎斯 我也不知道怎么叫 反正就这么传下来的 老百姓就管这种灯叫嘎斯灯 乙缺气闻在鼻子里有股臭味 所以这种灯又叫臭嘎斯灯 那时候电灯普通人家用不起 油灯又太费钱 亮度也不够 拉碗做买卖摆摊的生意人 摊上这个都挂这么一盏小嘎斯灯 卢主这玩意儿跟榴莲差不多 醒吃的人啊 怎么闻怎么香 不醒吃的人怎么闻怎么恶心 不到一百年以前 每天晚上九十点钟的时候 广河楼 华北楼这些老戏园子散了场 那演员观众闹得哄哄 你推我挤 从园子里边走出来 提鼻子一闻 就能闻见小山沉的这摊 这帮人跟园子里边 撮腾一晚上了 那您想肚子早就空了 正是饿的时候啊 顺着味走过去 学没一张板凳 一边往下落屁股 嘴里随着就得咬一声 掌柜的来碗炉煮 多给切两刀废头 多来口汤啊 听见这声吆喝 掌柜的也得答应一句 得恩了 您稍等 嘴里答应着 煮的都冒泡的那个汤啊 用北京话讲 泡的都敷弄了那火烧 从热气腾腾的大铁锅里捞出来 搁的木头菜墩子上 咚咚咚横竖几刀剁成小块 剁碎了的火烧 铺的大海碗底下 再从这锅里边把废头肠子五花肉 炸豆腐这些配料捞出来 也是这么几刀剁碎了 往火烧上这么一盖 然后拿起这大勺子 这哗啦一声 浇上一勺滚坎滚坎的这个炉煮汤 剩下的像什么 蒜汁啊 酱豆腐汁 香菜辣椒这些个佐料 都搁在小罐里头 跟桌上摆着 掌柜的给您把炉煮端过去 您再按自己的口味颠配着 自己往里放 卖炉煮的摊 要是冬天做生意 灶旁边还得摆一个 羊铁皮的小桶 桶里边装的是热水 热水里边泡的是一个一个的那个小瓷酒壶 壶里边有酒 吃炉煮的人呢 要一大碗炉煮 再要一小壶热酒 守着这个煮炉煮的大铁锅的弥座啊 前后左右全是大锅里边冒出来的那个白气 和我们的半条马路都乌气糟糟的 脑壶顶上 半明不暗的这小嘎子灯火苗呼呼摇摇 还戏一听啊 还能听见里边电石跟水的那反应 往外冒气的时候那种 这种动静 就这动静啊 趁热先拿炉煮火若那焦头那层配料下酒 喝完了酒吃火若吃完了火若撂下筷子 两只手把大碗捧起来 碗底朝天咕嘟咕嘟再来两口热汤一溜份放一大碗 伸手一抹脑门上的汗珠子 顺便再拿手背擦一把这油嘴 哼 站起来摇摇晃晃晕乎乎打着宝格 您往家一溜达 烧在手 还得把钢材跟戏园子里听的那套词 再复习复习 那叫一个美 1956年公司合营 小长臣的这个几个摊 再往一块归着归着 成立了一个国营饭馆 叫燕心饭馆 那饭馆老门帘 离着北京戏校不远 就在北京老宣武区有条大街 叫南横街的马路南边 现在您听好多北京人 拍着胸脯子撇着嘴说 哥们老北京 打小就吃南横街炉煮 南横街的炉煮指的 就是小长臣的那个门帘 北京戏校那地方刚才说了 原先是个泥瓜 不知道是不是有这么个关系 学校食堂那时候走的都是纯素的路线 成天价的就是白菜 萝卜 萝卜白菜 油水特别少 细校的学生 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小伙子 您想每天除了上课还得练功啊 肚子里那点萝卜白菜 白菜萝卜稍微踢两下腿 打几个旋子就没了 南横街炉煮离学校进哪 炉煮火烧 便宜还解馋 细校的学生中午晚上就背着老师 偷摸溜出去吃炉煮去 把那地方当鞭外食堂 直到现在 好多离远行的老前辈 提起南横街炉煮 都觉得特别有感情 我进北京细校学员班是 一九八几年的事了 那时候跟南横街炉煮掌勺的 是咱们前边说的那位 河北三河县的农民 陈兆恩的孙子 叫陈玉田 老爷子当年已经七十多了啊 小八十的了 等于是从国营饭馆退休 又给反聘回去 发挥娱乐的 南横街炉煮老门俩 地方不大 门口有好几间水泥台阶 大高台阶啊 所以细校学生都管那叫高台阶炉煮 兜里有俩闲钱了 得着闲工夫 几个同学就能拉帮结伙 走啊 上高台阶吃炉煮去啊 艺术类学校的学生 您都知道 辨识度特别高 老去南横街吃炉煮 一来二去 跟陈老爷子就混熟了 老爷子一看是细校的学生 手脸啊 那甭言语 主动的就给多来两刀肠子 废头 多来勺汤 说去炉煮火热 眼下主流的说法都得说是北京小吃 啊 学的是乾隆那会儿一到宫廷吃时 叫酥造肉 什么叫酥造肉呢 苏州 有个卖酱货的 特别有名的老字号 叫陆搞建 是吧 咱们之前节目也聊过 乾隆下江南的时候呢 跟苏州那地方 热烙饼卷酱肘子 吃挺美 顺顿流油 吃美了以后就刷了到圣旨 特批人才进京 把一位叫张东关的苏州厨师 调到紫禁城御膳房当差 专门负责给皇上 做各种苏州口味的酱货 张厨师是苏州人 他留下的那锅酱肉的老汤啊 就叫酥造汤 用这锅老汤 酱出来的肉 就叫酥造肉 张厨师留下那锅老汤 传来传去 慢慢的就从宫里头传的民间了 1920几年那会儿 石展海荷花市场 有一个卖酥造肉的摊 最有名 老板姓冯 外号叫老嘎 原先跟这个御膳房当过差 干的就是做酱肉的活 老嘎卖的这酥造肉呢 是把火烧跟酱肉两样东西 放在一口大铁锅里边 咕咚 那么吃的时候呢 先捞出来一个火烧啊 拿刀 把这火烧破开 然后跟加陕西那肉夹馍似的 把那酱肉啊 切成大厚片 夹在火烧里边吃 那位就说了 他这火烧跟肉汤里边 咕咚的 那油子麻花的了 吃的时候怎么下得去手啊 哎 这也没关系 老嘎啊 早就想到您前头了 石展海里边 不是有现成的鲜荷叶吗 您可以拿这荷叶拖着大火吃 哎 又干净 还要环保 那话虽这么说啊 跟肉汤里边 孤独大半天的那火烧 那可也已经吸饱了汤了 饶是有荷叶拖着 稍微一步流沉 糠吃一口下去 就得字的哪都是 这油 弄得衣服上全是油汤子 用现代话讲 能吃出爆浆的效果来 那么晚清那会儿 有本专门讲北京小吃的书 叫燕京小食品杂涌 书里边有四句话 说的就是 吃酥造肉的那西洋景 叫酥造肥仙 保治馋 火烧汤子 肉来嵌 纵然饕餮 人称腻 一轮高油 已满山 民间传说 以前北京南城的老百姓 日子过得苦 吃不起正经肉 那么叫陈兆恩 这位河北农民呢 把酥造肉里边的五花肉 就换成猪下水了 最后发明了炉猪火肉 炉猪火肉是 低配版的五花肉 这个说法听着挺有道理 实际可能不得靠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河北本来就跟这个炉猪火肉 差不多的吃吃 年头比酥造肉 炉猪火肉还都老得多 嘉庆皇上那会就有 这事不是我瞎说啊 眼下您去宝镜那边 赶上饭点 就能看见好多人跟饭馆门口排大队 这帮人进门以后都得跟掌柜的邀一句啊 一照二 二照三 三照五 不知道以为特务街头对案号呢 保定人说的这套案号 是当地的一种吃吃 叫牛肉罩饼 牛肉罩饼 其实就是大锅的酱牛肉 连摊跟炉子上咕咚着 吃的时候呢 先把整张的烙饼切成丝 或者切成片 铺在这大海碗底下 整颗的大葱 二一天作五 拦腰一刀 光要葱板 不要葱叶 葱板切成细丝 吃的时候先放在大勺子里边 下到这个炖牛肉的汤锅里 稍微焯这么一下 喂的是断断生 去大葱的那个生葱味 焯过一遍的葱丝 铺在这个饼上面 然后从锅里捞出一块牛肉来 这块牛肉具体多少分量啊 吃主可以跟掌柜的现商量 保定人说的这一照二 二照三 或者这三照五 指的就是饼和肉的比例 比如一照二 意思就是说 一两肉配二两饼 酱牛肉切成大薄片 铺在葱丝上头 最后也是拿大汤勺 从炖牛肉的锅里 换出一勺汤来 滚开滚开打热汤 哗啦往碗里这么一浇 这么一大碗 热气腾腾端上桌 您还可以再按自己的口味 倒点醋 加点辣椒 吃的时候呢 一块的下去讲究的是 有饼丝 有葱丝 这两种丝放在一块 哥嘴里嚼 吃几口饼 和几口葱 吃一小片牛肉 再拿嘴贴着碗盐 转着圈 吸溜这么一口热汤 话说到这儿 有朋友就问了啊 说千哥这牛肉照饼 听着怎么有点 这西安羊肉泡膜的意思 这两种吃 到底是谁山寨谁的呀 哎呀 我跟您说啊 这事真不好说 没准它就是互相学习 互相借鉴 直到八十年代初 全国各地的国营饭馆 都有这么个传统 可以帮着加工烙饼 什么叫加工烙饼呢 那个年代的农民啊 普遍都不富裕 进城办事 舍不得花钱下饭馆 都是跟家提前烙两张饼 拿干净毛巾给包上 揣到怀里 随身带着干粮 农民揣这两张饼 进了城 随便找个国营饭馆 跟服务员要碗白开水 再不就是跟后厨 煮面条的那个热面汤 当西的要一碗喝 坐在饭馆里边 就着烙饼吃 那么这汤和水 根本就不要钱 白吃 吃完摸摸嘴 你就可以走啊 哪怕说在蹭饭馆 两班蒜吃 倒人点酱油醋什么的 这都不要钱 您要说 我兜里稍微有俩钱 想吃的资认点 那就可以跟服务员说 把这两张烙饼 您帮我加工加工 做个绘饼 服务员把饼拿过去 交给大师傅 饭馆后厨 有调味用的高汤啊 大师傅把饼切成细丝 再配点白菜丝 虾米皮什么的 拿高汤一绘 出锅的时候 再点几滴香油 农民啊 带汤带饼 热乎乎的密吃 吃的挺舒服 最后多少给饭馆 交两个加工费 这算经济实惠 陕西那边小麦种的多呀 以前农民进城办事 带的一般都是锅馈 白鸡馍 就这类的干粮 农民带着干粮进城 家里条件稍微好点的 吃饭的时候 就可以找个卖羊肉汤 羊杂汤的这小饭摊 花钱买碗汤 然后干粮是干粮 汤是汤 按水盆羊肉 这么个路数吃 有的农民呢 觉得凉饼子就热汤 吃的不顺料啊 就把自己带着那饼子 弄碎了 泡在汤里边吃 卖羊肉汤 羊杂汤的那些个掌柜的们 服务意识也挺到位呀 主动就提出来了 嘿 老乡 您这干饼子 您这么泡不吃 那里边泡不透的 您吃的也不解气呀 要不这么着吧 你拿过来 搁锅里我帮你咕多两下 再后来 有的掌柜的 服务就更到位了 干脆就连白鸡膜 都提前给您预备好了 这么着 慢慢的就有了羊肉泡膜 这么种吃 西安有羊肉泡膜 这个事 地球人差不多都知道 就算没去有西安的 也知道 西安当地 还有跟羊肉泡膜差不多的吃食 一般就只有地道的老西安人才知道 什么吃食呢 葫芦头泡膜 葫芦头泡膜是到汉民吃食啊 就是把羊肉泡膜的羊肉换成猪肠子 那猪肠子归猪肠子啊 也不是说这一整根的猪肠子都能用 葫芦头 指的是猪大肠和小肠过度的那段 学名叫盲肠 就这节肠子 有两个拐弯 猛一看就跟小葫芦似的 所以俗称叫葫芦头 说到葫芦头泡膜啊 咱们翻回头 再说这个鹿猪火肉 这两年老北京鹿猪火肉挺流行 不光北京人吃 全国各地人都吃 就连美国唐人街那边 都有炉猪店 吃了这么多年的炉猪火肉 有个事不知道您琢磨过没有 卖炉猪的这小肠尘 为什么非得叫小肠尘呢 它怎么不叫大肠尘呢 对吧 它怎么不叫盲肠尘呢 有朋友就说 我就吃碗炉猪火肉 又不是上医院开刀去 我管他叫什么尘呢 是吧 什么大肠小肠还盲肠呢 我不管那个 这事啊 真不是您想的那么简单 小肠尘 正名叫尘氏炉猪小肠 人家这买名字号 明明白白就告诉您了 我们这炉猪火烧用的纯是猪小肠 没有大肠 话说到这儿啊 爱抬杠的朋友就该问了 说既然有小肠尘 那么有没有炉猪火烧专门用猪大肠的呢 哎 我跟您说 还真有 眼下就在北新桥鬼街那地方 有个小门链 人家招牌上特意写了 叫炉猪大肠四个字 就拿北京人您甭看啊 明面上大大咧咧 魂不练 北京大爷弄个劲啊 实际上猪不介喝磨刀水 有内秀 好多地方分的挺细 就拿吃爆肚来说吧 一个羊肚 能分出十来样东西 什么肚人 散蛋 肚理 一样的东西 有一样的口感 老是年间 您要说我进了爆肚店 张嘴跟掌柜的说 您给我来盘爆肚 那就算砂锅没半 切勺了 正确的打开方式 应该是二郎腿一翘 大嘴一脸 跟人家说 给我按规矩来 什么叫按规矩来 这羊肚上分出来的十样东西 从口感上讲 有一个从硬到嫩的排序 这人的牙口肯定是 越吃劲越小 越吃越累 吃东西的顺序 就应该是先硬后软 按规矩来的意思 就是养肚的这十来样东西 从硬到嫩 每样给我来一份 做炉炉火上 把大肠和小肠 给它分清楚了 也是这么个意思 两种肠的功能不一样 口感也不一样 大肠厚是油重 脏气味也冲那么一点 小肠呢 薄 油少 味也稍微小一点 吃到嘴里发脆 没有大肠那么有韧性 小肠臣 人当年都是守着向上园子 守着细园子做买卖 照顾主顾 除了这个演员 就是观众 这样的人 都是得多少都趁俩钱 肚子里呢 也有点油水 吃不管猪大肠 所以人家卖炉煮 专门用的是猪小肠 真正卖给这社会 最底层穷人吃的炉煮 就没那么讲究了 哎 这油水越大越不鲜大 用的就是猪大肠 这么着 老北京的炉煮火上 从此留下两个门派 一个是炉煮小肠 再有一个就是炉煮大肠 哎 今儿从炉煮火上啊 一直聊到大肠小肠 那也就咱们只能聊到这份上了 再聊就真该动手术了 得嘞 咱们下回换个话题 今儿就聊得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于谦 得嘞 咱们又在这见面了 闲话少说 聊起来 前几天三福天 这刚过去又求老骨 是吧 反正温度啊 也是一直没下来 咱们就说前几天 那三福天啊 老北京讲话 也叫桑拿天 为什么叫桑拿天呢 说这天气啊 热得跟蒸桑拿一样 往那一坐 什么也不干 得浑身大汗 就跟蒸桑拿差不多 那过去天一热 家大人就喜欢赶着孩子去睡午觉 为什么呢 这一来啊 孩子要上学睡个午觉 省得在课堂打喝水 二来呢 孩子要不上学 也省得在家里闹腾 听着烦 那大人对付小孩嘛 老一辈就讲 这不听话就答 棒下出孝子嘛 是吧 有时候我也纳闷 怎么就光是孩子听大人的呢 就没让大人听过孩子一回 有朋友就说了 小时候打不过呀 等打得过了 他们又跟你讲道理了 是吧 想想还真是 不管怎么说吧 反正天一热 大人就赶着孩子 去睡午觉去 我大小就习惯了 所以到现在 哪怕就有空调 天热的时候 中午吃完饭没事 我也习惯睡个午觉 那天就是嘛 我吃完饭 打算睡一觉 刚上床 眼睛还没合上呢 就听见有孩子在外边哭 哎哟 哭的那叫一个惨呢 挺好的一个中午 睡不了了 一般孩子这哭 也就好不了嗓子 家里大人一哄就好了 那天我就越听越不对劲 一直哭一没完没了 我心说 要不我瞧瞧去 是吧 反正睡不着 我看看去 出门一看 好家伙 一堆人啊 又是消防 又是物业 还有不少的街坊 仔细一看 有个邻居 打孩子呢 就是也没人管 这哪成啊 我说怎么 这没人管 我赶紧问问吧 我说怎么回事啊 是吧 结果一问才知道 这孩子在家里 闲着没事干 趁大人午睡呀 拿肥皂盒 放在天然气上 煮毛豆 哎哟 差点把房子给点了 这大伙都说 这孩子太馋了 听完这事 给我下的也不轻 你这要是着起火来 那是真了不的 但是过后 您想想 孩子嘴馋 不是也是正常现象吗 是吧 谁没馋过呀 在座有一位算一位啊 我敢说 小时候都馋 那时候不说别的 连吃糖都不多 是吧 那年月 谁要是出门口袋里 穿上三五个水果糖 都得引到后边一帮 光屁股小孩追着 那就甭说别的了 就因为馋 我都挨过他 那是为了吃什么呢 糖饼 那其实就是那个画糖仁 外地大人都管它叫糖画 也有的地方叫法不太一样 我觉得大家小时候都应该见过啊 也能吃过 你就是拿糖画龙啊 画虎啊 只要是做糖饼的手艺人 自己都能画得出来 都有 是吧 怎么做呢 就是拿糖放在小锅里边 搁在锅里画开了 拿勺 再把糖捞出来 啊 就这块啊 在石板上画 画的时候呢 有时候你还没整明白怎么回事呢 他就画完了 这倒不是人家怕偷手艺啊 这糖画不像别的 有个画稿什么的 这糖离了火 这就凝固的快 手艺人得赶在这糖 凝固之前赶紧得画 啊 这么刷刷点点几下的功夫 甭管画的周正不周正 都得赶紧画好了 画完之后 拿个竹签一战 哎 然后再拿小刀 把它缠起来 就这么个小玩意儿 花费不了多少糖 哎 我们就有小伙伴 为这挨过打 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啊 讲究一个计划经济 每一家有多少糖 有多少米面 都有树的 没什么富裕的 给孩子买这买大 但是孩子馋呢 卖糖人的也聪明 为了生意好做 拿两管牙膏皮 就可以换个糖画 说到这啊 有年轻的朋友就问了 他拿牙膏皮干什么去 是吧 是 您拿俩牙膏皮换一糖画 那画洋画的 拿这俩牙膏皮干什么呀 哎 这儿啊 得跟大家解释解释 那年月计划经济 物资很缺乏 对于很多东西都讲究在回收利用 那么这牙膏皮呢 也跟现在不一样 是用这个签做的 那么签可以拿回去再卖钱呢 所以说卖糖画的就想了这么个办法 两管牙膏皮换一糖画 一般人家呢 家里的牙膏皮都攒起来 自己卖了 给家里添个进去 那么虽说是家里能攒 但这牙膏也是挺金贵的 是吧 家里每次用的时候 大人都得有个数 挤多了 来 我给你匀点 一管牙膏 也得精打细算 就匀着实 当然了 这是大人的想法啊 孩子不一样 早年间走街串乡 卖糖画的来了 往胡同口这一蹲 扁着两头挑着那俩筐 这头放着炉子 炉子上化开的糖 顺着小风一吹 站得老远提鼻子一闻 就能闻见那股香味 那头筐里边放了石板 下边筐里边专门放了 收的牙膏皮 上边放一个板 板上呢 画着各种各样的画 中间有一个可以赚的竹片 卖的时候给了钱 或者是给了牙膏皮 就可以在这板上赚这竹片 等竹片停下来 那个尖指着什么 那他就卖给你什么 这玩意运气好 能赚一个大公鸡啊什么的 运气不好呢 就一个糖包 还倍儿小 说白了就是靠手气 输了怪老天 那当然了 这是靠转圈的 还有那我多给两分钱 指定要什么画 只要你叫的出名了 甭管是山中走寿云中宴 十二生肖 还是张飞赵云 他都能给你画出来 画的时候呢 甭管是买不买啊 是胡同口 还是学校边上保管事 里三层外三层围着一帮孩子 那倒不是排队买 有些时候就光这么站边看 看他画都挺过瘾 小孩儿嘛 一半好奇 一半馋 往糖花摊在门前一站 一两个小时 不再挪地方呢 都能站得住 您比如说 胡同口来个卖糖花的 孩子们围上去买了糖花的 特别是那种赚得了大公鸡的那个 呼 喜上眉稍 你瞧瞧 我这两管牙膏皮 得这么大一堂框 旁边小伙伴看了就馋呢 遇着那感情好的 拿边上给掰点 遇着那小气的 自己吃还不算 还得美得 叭子叭子嘴 撩在边上的人呢 就心里一个难受 家里条件允许的呢 回去管大人药 兴许 要个一毛五分的 就过来买 条件差点的呢 就翻问家里 有没有存的牙膏皮呀 是吧 有个朋友也是馋 回去家里啊 没人 只好翻牙膏皮呀 翻了半天 没翻牙膏皮 倒是翻出来一管新牙膏 再一看呢 家里用的那一管 还有半只呢 那怎么办呢 他也有主意 拿碗呢 把这两管牙膏 全给挤进去了 啊 他得了什么糖块 我记不住了啊 就听说晚上回去 挨了一顿男女混合双胆 他把他妈一块打的 那还不是吗 男女混合双胆 那么说 这糖块就这么好吃吗 哎 我小时候反正挺喜欢 那时候我还想过 那等我长大了 我买一卡车糖块吃 当然也只是想想啊 现在我是真不爱吃糖了 可能也是年龄大了 嘴就没有那么馋了 后来有朋友说 这你就不懂了 小孩爱吃糖 不是因为馋嘴 啊 而是因为需要 哎呀 我一听这 有点意思啊 这个 那么这么说 他跟别人说的不一样啊 但是就得问他 您这有根据吗 哎 他说有啊 BBC 曾做过一个实验 两个双胞胎兄弟 一起参加实验 那本来是为了测试 到底吃糖容易胖 还是吃肉容易胖 结果呢 在实验中 他们发现两个兄弟 在一个脑力测试中 出现了明显的极大差距 吃糖的记忆力强 反应迅速 那吃肉的呢 这记忆力反应速度 和计算速度 就明显差着不少 那再进一步研究 发现 人体内60%的糖分 都是被大脑消化的 而且在大脑中啊 很多重要的部分 只能依靠糖来完成工作 缺乏糖分的人 大脑运作速度明显降低 所以说爱吃糖的孩子 普遍都比较聪明 哎 我后来在网上一查 还真有这么个纪录片 这就让我想起了 画糖画鼻祖的故事 说这糖画 画他的鼻祖叫陈子昂 是个唐朝的文学家 这文学家特别喜欢吃糖 吃糖本来没什么啊 人各有一号 但是他喜欢吃的是 把糖拿火上画开了 画成各种各样的画 然后拿到手里吃 那他是因为自己 还有点才华 就想着上长安城 也就是现在西安 去游学求官 他是个外地人呢 长安人生地不熟的 转来转去 也没有找着个好门路 结果有一天 他拿糖块在街上 溜达的时候 闯了祸了 怎么回事呢 他在街上晃晃的时候啊 正好遇上武则天 他儿子 也就是当时的小太子 溜达出去玩 小太子往他前面一比划 说这个 你给我看看 陈子昂不知道他是太子 一看他这孩子 也就没跟他计较 拿烦就给了他了 他给了不要紧 小太子一看 呦 就这玩意好吃啊 不但好吃还好看 特别喜欢 回了皇宫 就跟当皇帝的李治 武则天两口子闹 两口子闹了半天 也没闹明白 他要吃什么呀 就只好让人在长安街 到处找 哎呦 这下子把陈子昂 可算给找着了 当时把陈子昂吓得不轻 不知道皇帝找的什么事 进了皇宫才知道 小太子要吃糖画 哎 他脑子转的快 说这糖画啊 得当场做的才好吃 就这么当着皇上的面 一画 他本身就是读书人呢 书画都不错 皇上一看他这手一惊了 顺口说了一句 嗯 糖饼不错 打这起 糖画就有了正经的名字 叫糖饼 后来陈子昂也很受宠啊 一直做到了幼时仪 退休之后 在家里闲着没事干 又把这手艺交给了自己的徒弟 你现在想想陈子昂能成为文学家 可能也是跟这吃糖有点关系 当然这画糖仁啊 也叫倒糖仁 还有一种叫吹糖仁 这个出了北京城 这不多见 嗯 天津 有 别的地方可能我逛街少的原因啊 这没怎么见过 那这吹糖仁是什么呢 我给大家介绍介绍啊 我们小时候挺常见 挑着扁的 一头放着圆笼 木架下边的圆笼里用这炭火热着糖锡 啊 上面架着个木盘 木盘上头装着两层木架 木架上横着插满了各种糖仁 啊 有小鸡 小鸟 小葫芦 小猪 有时候还有孙猴 都是小孩喜欢的这些玩意儿 另一头挑着箱子 里边放着木炭 卖结杆 累了就拿这箱子当板凳做 吹糖仁的呢 跟别的不一样 不腰化 手里拿着个小铜锣 走到那敲到那 只要是他这铜锣在门口 慌慌这么一响 孩子们就知道了 吹糖仁的来了 有人要买 那就停下来啊 打开锅盖 热气腾腾 甜丝丝 弄点化开的糖膝 手里蘸点淀粉 把糖膝搓成球 压个坑 再这么一拉 跟变魔术似的啊 就变成糖管了 当然 吹糖仁嘛 关键还得靠吹 卖糖仁 鼓着腮帮子 顺着这个细管 往糖包里边吹气 一边把这糖仁 像气球一样吹起来 手里还不能闲着 这就得赶紧给糖仁拉样子 把这吹胀的这个糖泡拉长 按照想要的样子做出弧度 给糖泡翻出样子来 有时候用这小剪刀啊 或者小钳子 帮忙加工一下 吹好了 拿麦杆 蘸点糖膝 蘸在下边 那有时候 孩子们光看不买 他也不着急 就自己一人吹着玩 吹得了 插在木架子上 整整齐齐 亮亮晶晶的 是吧 吹糖仁 还有一特别的 就是孙猴 吹好了之后 在背上开个小洞 往里倒点糖 吃的时候呢 拿个碗 在猴屁股上戳个眼 哈哈 看着糖啊 慢慢的流出来 这叫猴拉西 黑小孩就爱看这个 主要是觉得好玩 等糖都流出来了 也玩的差不多了 再把这糖仁吃着啊 嘎嘣嘎嘣脆 这么嚼了 没有什么比这个再高兴的了 听说吹糖仁的祖师爷 跟话糖仁的祖师爷还不一样 吹糖仁的祖师爷呢 我一说您就耳熟 叫刘伯温 有些年轻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啊 刘伯温是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的军士 据说这人啊 能掐会算 又会打仗 他帮朱元璋把江山打下来之后 知道朱元璋不会给他留个活口 所以呢 赶得朱元璋把这些开国功臣都干掉之前 他先跑了 那他那头跑了 朱元璋也是派人追啊 正所谓是普天之下 莫非王土 是吧 刘伯温再聪明 他又能躲到哪去 被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这么个功夫 有个挑糖卖的老人 救了他一手 俩人换了衣服 刘伯温 为了躲避追兵 就换了这么身衣服 就把这个追兵给躲过去了 所以他呢 就这么一直挑着糖走 在卖的时候呢 又从糖化呢 得到了启发 把糖加热 变软 吹成糖仁 那么因为他卖的跟别人不一样 所以呢 生意很好 很多人都跟他学 就这么着 所以有了吹糖仁这个手艺 当然这也都是 只是民间传说 吹糖仁到底是不是刘伯温发明的 谁也不知道 就听说吹糖仁的手艺人都拿刘伯温当祖师爷怎么拜 那甭管是画糖仁 还是吹糖仁 那都是过去民间那个老手艺了 小孩放学回家 手里捏着糖仁 不管是画的还是吹的 样子好看 边走边玩 那也是一种炫耀 这就跟咱们做得了新衣服 出门那去都得险子险子去 是吧 等险子够了 再把糖仁吃了 这么着 那里子面子就都有了 糖仁本身其实并不复杂 翻过来调过去 也就是拿火上画开了 画个糖仁 或者吹成糖仁 但是就像这个手机更新换代一样啊 糖仁还是这么做 但是又玩出新花样了 你们比如说这个画糖仁 哥以前画完了竹签一蘸 这一个就算成了 现在不光画一个了 画完了再一个个拿糖给它粘起来 那这庙会上我见过 画了好几个 比如说画几朵花 各种颜色都有 不止原来那种金黄的麦芽糖 那还有绿色的糖 画成叶子 拼接成一束花 再拿点糖仁 一起给它粘起来 做成一花篮 有棱有角 立体的 嘿 这还真挺不错 那么有朋友就说了 好是好 就有点贵 当然呢 是吧 人家花那功夫也多 这都是应当应份的 不行 您有机会 您自己去看看 那么就画糖仁 有了新玩法 那吹糖仁的呢 现在有些朋友就说 那些吹糖仁的呀 里边有口水 万一带病 这没辙 哎 这个 有些搞小食品的 都要去做那个餐饮体检的 带不带病 咱们先不说啊 里边有口水 这个现在的手艺人 也有办法解决了 拿吸管来 啊 套在糖包上 你这头自己吹 他那头捏 啊 这里边反正要有口水 也是您自己的 对吧 当然 让食客自己吹糖仁 这不算升级 那为了更快的做好 这吹糖仁 现在有不少店铺 都有一种素糖仁 什么叫素糖仁呢 雕塑的素啊 素糖仁 就是他有一套 一切两半 中间空心的这么个模具 把裹着吸管的糖包 往里的迷放 使劲一吹 糖仁就按照模具那样子 吹出来了 啊 这种素糖仁 这个就不光是老北京才有了 外地也不少 主要是不需要专门学这个捏掐修剪 往模具上一套 一吹气就好了 就得了 这种办法 反正总觉得差了那么点意思 是吧 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就像工业化流程一样 你这要什么模仿都有 要人的 要花的 葫芦玉米 小金鸢 拿模具一套 吹完就完事了 过去的老艺人 要是见着这种 估计大多都不太喜欢 觉得工业化 糟蹋了这手艺了 哎 这就有点像老北京的兔爷 兔爷是兔爷 可每个做兔爷的 手艺人 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地方 不管是化汤人也好 吹汤人也罢 又或者说是素汤人 反正我都觉得 这都不是事 关键是咱们吃的心情 这里边 包含着咱们中国的文化 我不知道现在年轻人 有多少见过这个 这花汤人 吹汤人 素汤人的 有机会 您可以上这个旅游景点去 有的那个稍微偏点的景点的门口 还有干这个的 咱们可以看看 这是一个中国传统的老手艺 得嘞 今儿就聊到这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各位好 我是于谦 又开始聊天了 节目开头给您放了段高达的音乐 怎么想你放这么段音乐来呢 这不前些日子聊了一集变形金刚 山洋画 节目播了 您各位听节目 我呢 就在家盘账 等着看评论 看评论的时候呢 手头预不两根笔 一根黑笔 一根红笔 哪位要是说我好 我就拿红笔给您记上一条 哪位要是说我刺 我就拿黑笔给人记上一条 这叫黑红账 小兵张嘎有句话怎么说来了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 小心将来拉清单 什么 你没听人说吗 别看今天闹得欢 就怕将来拉清单 你你是干什么的 跟大伙开个玩笑啊 我就是每天呀 盯着看评论那意思 一个是看看您讲的有什么地方 出毛病没有 出了毛病赶紧改 犯了再改 改了再犯 咱们之前不说过吗 但是改是必须有的一个过程 您肯定得改呀 首先是有改的心呢 再一个意思呢 就是看看能从评论里边找着什么好话题 然后顺着您这话 咱们再聊 聊天就这样 必须得有理有面有出有进 是吧 不能老我一个跟这嘚嘚嘚嘚嘚嘚念样似的玩 那多没意思 聊着聊着就没什么可聊的了 啊 但虽然这个节目形式啊 您插不上话 但是我从您的评论里边 咱们也得交流 这也是一种交流嘛 对吧 所以那天我看评论啊 有位网名 是一大串字母和阿拉伯数字啊 最后六位 是T8V553的这么个朋友 人家帮我算了笔账 说是擎天柱那变形金刚啊 这玩具啊 合的现在得两千多块了 那这还不算忙啊 要是六个一套那大力神啊 就是推土机 挖掘机 搅拌机 江湖和号带花的叫挖地虎 那六位老侠客啊 到现在合起来得四千多块 您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以前我们家接吻的小孩啊 那边说千哥 你们家接吻怎么那么多呀 您看您这话问呢 秦桧还有仨亲俩后四个老铁呢 对不对 谁家过日子没几个亲的后的呀 就你们家接吻 我就说您就信了 就完了是吧 你家接吻小孩 您可信了啊 你家接吻小孩挺有意思 爹呢 是一北京老爷们 妈呢 是个上海姑娘 这孩子小时候跟着姥姥姥爷过 等着快上小学了 才给接到北京来 小孩大小跟上海那边待着 上海话说的比北京话利落 啊 搁在这儿 咱们这儿就叫有口音 眼下北京是国际化大城市啊 走大街上甭管听见什么口音 听见哪国话都不算新鲜 那时候不一样 胡同里冷不定冒出这么一位来 特显眼 啊 胡同里边这些坏小子们就淘气 多少有点欺负这孩子的意思 给他起了那么个外号 叫声波 声波 这外号怎么来的呢 变形金刚 您都知道吗 有个能变成卡带收录机的哥们 啊 叫声波 声波跟别的变形金刚都不一样 说话那个味的 跟你街坊那孩子正好是刀对了叫了 胡同里那坏小子就给他起了这么个外号 叫声波 声波平常跟孩子堆里边啊 没什么微信 大伙一块玩的时候呢 他总是那么个听吆喝的觉吧 北京话叫小崔贝 要是叫广东话讲叫马仔 老百姓有句俗话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风水轮流转是吧 闲鱼也得有翻身的时候 哎 话说有的密天啊 这声波 人家还真就翻了身了 那天我是跟大金人溜达完了 往家走 啊 离老远就看见这孩子 屁股后的跟着十来个孩子啊 高矮胖瘦黑白丑俊长的什么样都有啊 有的丑的还脸生不认识 就看这声波啊 站在这帮孩子当中间 用现在时髦的话讲啊 C位 拿上海味的普通话 高喊一声 汽车人变形 过 一声令下再看这十来个孩子啊 自带捧根 嘴里边学变形金刚 变形的时候那动静 咔咔咔咔咔咔 这了不得了 嘴里这么咔咔 这身上跟着跳霹雳似的啊 那这歇了虎子吃烟那油子了 连哆嗦带抖 最后啊 一毛腰 一掘屁股 两只手往后边的密枝了 声波打头 带着这帮孩子 嘴里配着音 学汽车发动机那动静啊 呜呜呜呜呜呜呜 跟糊涂里边就跑起来了啊 我站旁边看热闹啊 我心里就琢磨 平常都是别人喊变形 声波听吆喝 跟那咔嚓咔嚓的 好家伙今儿这事 怎么成改张成了 声波是给这帮孩子 发工孩吃药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哎我再一细看 明白了 别的孩子 都是两只手朝后 这么支愣着 唯独声波 往左断臂 就伸着一只胳膊 那只胳膊呢 跟抱孩子似的 抱着个绿喇叽的玩意儿 哎感情这孩子 他爹 哪天也不知道是 喝酒喝大了 还是吃了什么东西 吃对付了 愣花钱 给声波买了一大力神 变形金刚 跟日本那边叫机动战士高达 最早其实是日本人玩起来的 1979年就有 不过真正把这东西给玩火了的 还是美国人 1984年 美国海之宝公司 把这创意买过去以后 才有了您都看过的 这个技艺版的变形金刚动画片 再后来就是那好几部 变形金刚的电影 好多日本动漫 走的都是这么个路数 您就拿最有名的 这个太空堡垒来说吧 日本那边叫超时空要塞 男主角叫一条灰 女主角叫早赖未杀 这俩人名除非是铁杆动漫迷 普通观众 中国的怎么听 怎么觉得别扭 这就叫先入为主 要是按美国人的路出来 听着就顺了多了 男主角叫瑞克卡特 开变形战斗机的那个瑞克 是吧 女主角就是您都知道 就是那个丽莎海斯 开太空堡垒的那个丽莎 是吧 挖地虎跟变形金刚动画片里边 头回亮相是第十六集 这老哥六个 跟别人干仗的时候 不光能单挑 一对一 打极了眼的时候 还能往一块凑合 变成大力神 就跟葫芦小金刚似的 能合体 挖地虎亮相那集 汽车人这边 也多了六位老剑客 哪六位老剑客 机器恐龙 机器恐龙也挺能打 再加上当初恐龙特级可赛号 给打的底 真要是比粉的话 一点也不比 擎天柱和大力神差 小孩天生好像都喜欢恐龙 看上就觉得亲 直到现在也这么回事啊 您去看去吧 但凡公园商场里卖玩具的地方 必定得花花绿绿 摆着这么一大盒子 娇皮恐龙 就这路玩意儿 就拿橡胶做的 做完了再造造型 燃点色 跟我小时候玩的那橡皮鸭子差不多 本本身就小 但是力大越是岁数小的孩子 看见这东西还就越走不动道 死白烈拉着家长费给买一个 不买就哭就不走 反正家长实在没辙了 这那就只能掏钱 那拍电影 讲究的是每种题材的电影啊 差不多都得有自己的一个套路 这叫类型片 那么动漫呢也有套路 您要是有空 可以把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 那流行的那点动画片啊 小孩片 归着的一块 您盘奔帐 凡是这类片子 从那会儿拍到现在 三四十年 拍来拍去 多数都绕不开这三个元素 哪三个元素呢 外星人 恐龙 再就是机器人 机器人还得会点功夫啊 能变形 能合体 拍来拍去 就这仨元素 相互掺和着来 恐龙特辑 变形金刚 这都不用说了 三样全战了啊 九十年代初有个动画片 叫布雷斯塔警长 就是鹰的眼睛 狼的耳朵 豹的速度 熊的力量 那哥们 布雷斯塔警长 又叫星际警长 铁路警察 各管一段 人家布雷斯塔警长呢 管整个宇宙 这动画片里边倒是没有恐龙 可是有一批机器马 这机器马能变形 你想 布雷斯塔警长平常没事 骑着这机器马 骑着这机器马 那就日行一千光年 夜走八百光年 真到了打极了眼的时候 这匹马就能 两条腿朝地站起来 用说书先生的话讲 叫口吐人言 断贺一声 贼人羞得猖狂 吃我一 赛拉炯 话说在这 从八十年代到现在 这么多导演 干嘛 都爱跟外星人 恐龙 机器人 这三样东西较劲 这事 你要想给他掰了清楚了 咱们就只能 一样一样的说 外星人就不用说了 这一季签到 刚开播的时候 咱就聊过 八十年代那会儿 有个外星人热 接到剧委会老太太 要是不知道点外星人 出门买菜 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 那么恐龙要说起来 火的比外星人 可能还早点 眼下好多年轻的朋友 喜欢上网追剧 有爱看美剧日剧的 也有爱看英剧的 英剧里边有个系列 叫福尔摩斯探案 福尔摩斯的电视剧 英国人拍了不少 八十年代末那会儿 电台引进过 大概就几十集 播的挺火 后来社会上开始有 私家侦探这么个职业 最早就是福尔摩斯 电视剧给催的 九十年代初 刚开始流行 用摩斯做发型 好多老百姓 说这俩字的时候 舌头不利了 去理发馆剃头 洗剪汤一条龙 最后还得跟理发员 找不一句 师父老假 您多给我喷点 那个福尔摩斯 是吧 我小时候要想 过福尔摩斯的影 那就只能看小说 福尔摩斯探案集 福尔摩斯小说的作者 叫科丹道尔 英国人 一百多年以前 科丹道尔还写过一本 科幻小说 叫失落的世界 失落的世界 大概意思就是说 南美热带雨林 那边有这么个地方 用句文艺点的话说 这地方是个被时间 遗忘了的角落 世外桃源 香格里拉 普通人轻易进不去 进去以后 里边有恐龙 还有原始人 科丹道尔 这本小说写出来以后 热度从来就没捡过 直到现在 您就掰着手指的数去 各国拍的电影 凡是说什么什么地方 有这么一个 被时间遗忘了 小嘎栏 嘎栏里边 猫着恐龙 猫着外星人 没准顺便 还猫着俩机器人 凡是这种电影 眼来眼去都逃不出去 柯丹道尔写的这么个老文字 至于说这么个机器人 80年代那会儿 热度可一点不比外星人低 机器人用现在时髦的说法 叫AI 80年代那会儿的说法 叫人工智能 人工智能热 也算那时候的一种时尚 全中国最早玩人工智能的大咖 那得说谁 那还得说人 钱学森先生 讲科幻题材的电影 从七八十年代到现在 都得弄俩机器人 应用景 1964年 咱们国家拍了部电影 叫小铃铛 那电影多少有点聊斋的路数 说的是有这么个小男孩 睡着了 做了个梦 梦里边呢 木偶活了 就带着他到处溜达 把小男孩给教育了 小男孩一觉醒来 从此开始好好学习 小铃铛到了80年代 拍了个续集 套路边了 添了个机器人 机器人带着小孩 等于是合伙 把木偶给教育了 木偶最后做了个检查 大概意思就是老黄里没用了 不服高科技有罪 你瞧 现在好多朋友家里多少也有俩机器人 有专门负责哄小孩的 能讲故事 能辅导功课 小雅小雅 签到更新了吗 请打开最新一集 播 还有专门负责扫地的 每天早上电脑一按 机器人自己来回一溜的地就干净了 扫地机器人说白了 就是个人工智能的吸尘器 1982年那会儿 美国就开始有人用了 到了1986年 美国人还拍了个电影 叫霹雳五号 90年代初正大剧场也播过 这电影讲的就是机器人 跟人一块过日子 帮着买菜做饭洗衣上 还带孩子 霹雳五号那半项长得 还不是特别像人 多少有点外星人一体的那意思 那么电脑娃娃就不一样了 那里边的机器人小姑娘 叫维基 长得跟真人 那是一毛钱都不带差的 这本来就是真人演的嘛 1991年 机器娃娃在中国热播 再后来 编辑部的故事里边 特意还有一集 讲的是真人冒充机器人 跑到编辑部混饭吃 1996年春晚 郭达蔡明两位老师演的小品 机器人去画 多少好像也有点 机器娃娃的意思 单身这么多年啊 就一直没找到个合适的女朋友 我发现啊 一个十全十美都没有 我在人堆里边算是呆烦了 所以啊 我干脆订购了一个 进口的机器人做老婆 人的接点毛病 他一概没有 而且你让他干什么 他就得干什么 舒服呀 而且 我还是按照毛阿敏的模样 定做的呢 怎么长得像蔡明 怪不得给我打了八折呢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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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俩在一起合作的时候 他天天气负我 这回他还跟我到家里边来了 我跟你说啊 你长得像蔡明 我也就不计较了 可是你的脾气可千万不能像他 要不然我可真是花钱买最瘦啊 春节快乐 鼠年吉祥能为您教老我 三生有趣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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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不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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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脚口还挺甜的啊 哎呀 这个钱花的不冤枉啊 哎呀 你叫什么名字啊 切金颜子 2019年网上有个新闻 说是日本人哪 还真就把蔡明老师演的那种机器人 给传出来了 再过个十年八年的 真没准 啊 就就哪小伙子 手拉手 领着机器大姑娘 上民政局领证去 哈哈 就是不知道机器人 排出所能不能给上户口 办身份证呢 啊 今儿咱们聊的是机器人啊 变形金刚 四十多年以前 日本人怎么就琢磨出变形金刚来呢 怎么就想出这么个玩意儿呢 一大帮汽车飞机 外带挖掘机 小恐龙什么的 能变形还能组合 哎 要说起来组合变形 也是那时候兴起来的 挺时髦的 这么个概念 用现在的话说 就叫多功能集成模块 什么叫多功能集成模块 哎 正听签到的朋友 您受累 把手机掏出来看看 您手里拿着的那个手机 如果是智能的 就都可以叫多功能集成模块 不用往远了说啊 大概十来年以前 老百姓出门 差不多都得带个包 包里边有个手机 有钱包 有钥匙包 没准还得有个数码相机 有个随身听 那么现在呢 这些玩意儿 一个手机 通通搞定 再过个十来年 保险您出门的时候 把手机掏出来 跟他一摇 汽车人变形 手机呢 没准咔嚓咔嚓几声 就变成一滑板车 您骑着手机就上班去了 这可以想象啊 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没有手机 普通老百姓也没有电脑 可家家户户 都得有家具 有电器啊 现在好多年轻人结婚 兜里的钱不富裕 凑合先买个小房 先住着 房子小 家具不能太多 要不然人没地方住了 哎 有的小两口 索性就多花俩钱 磕着我这套房子 定制家具 可针可锚 见缝插针 把能合体的家具电器什么的 全给他组合的一块 一砖多能 一物多用 这么着 家里地方省出来 该有的东西 也就都有了 四十多年以前 外国人也有这么个想法 惦记着给家里省地方 还想着能多办点事 琢磨来琢磨去呢 最后就发明了八十年代最流行的组合家具 组合柜 是吧 那时候有这么个说法 组合家具 沙发床 黑白电视 放中央 三间砖房水泥地 租辆卡车 接新娘 五十年代 就是我父母年轻那会儿 年轻人结婚 住的都是小单元房 桶子楼 最不计单位也得给对付一间平房宿舍 好在家里人口少 孩子也小 就算房子面积少点 住着也挺显宽敞 那会儿的老百姓过日子 家具的专业性都挺强 一样是一样 该干什么的就是干什么的 互相不能混着 好多朋友应该还有印象 那时候老百姓家里 除了睡觉的床啊 桌椅板凳这些东西 还得有个大衣柜 大衣柜差不多一人来高 木头的 刷着 橘红色的油漆 双开门 一扇衣柜门的那个上边 还得有块镜子 方便平常穿完衣服以后 临出门的时候 蒸蒸领子呀 梳梳头啊什么的 大衣柜旁边呢 得摆这么一个酒柜 酒柜英名叫酒柜 实际上是个杂物柜 最下层的柜子里边呢 可以放点零七八岁的东西 上层的柜子呢 带玻璃拉门啊 透明的能看见里边 那就能摆点充门面的物件啊 像什么饼干桶啊 奶粉啊 糖罐啊什么的 酒柜最上头 最上边那层 还得摆上茶壶茶碗 茶叶罐 暖水壶 夏天再预备一个装凉白开的玻璃瓶子 配套的玻璃杯 为的是方便家里来人的时候 沏茶倒水啊 酒柜旁边还得配个电视柜 柜子上放个小黑白电视 电视柜对面呢 讲究点的人家再配个茶匙 配两把布面的弹簧沙发 这套设备摆下来 到了八九十年代 跟我岁数仿上仿下的人 该结婚生孩子的时候 显得挤了 那么能给家里省地方的组合柜传进来 那就叫想吃冰下包子 踩点上了 从此掀起来一股组合柜的流行风 家家户户抢着买 尤其是结婚的时候必备 有的地方赶上供应紧张 还得评票 八十年代买组合柜论套 一套大概两三百块钱 用那时候话讲 这玩意儿是万元户的标配 普通老百姓想赶这时髦 兜里又没这么多钱 怎么办呢 那就托人 花钱 找会幕工活的人 自己买材料 打一套 当年有个说法 会幕境手里的小伙子 找对象都比别人容易 那时候谁家要是有喜事儿 儿子结婚娶媳妇 用不着给监斯林送信 别人也用不着打听 提前两三个月 他们家门口就得搭着棚 支上摊 幕境师傅 是吧 耳朵上夹着半截铅笔 架着木工床子 每天跟那儿 毛着腰 两只手推着包子 撕撕撕 一下一下包木头 地上堆着厚厚的一层包花 木井师傅推着包子 抱几下 还得把木头拿起来 争一幕秒一幕 看看包子平不平啊 以前的规矩 自己打家具 稍微上点档次 都得用十木 最不计 用的也得是水渠流 八连带末 大伙跟风 DIY 打组合柜 好木头买不着啊 就流行用过一阵 三合板 比木头便宜 加工的时候还方便 什么叫三合板呢 这玩意最早是英国人发明的 说白了啊 就是把三层薄木板 用胶水给它沾成一块厚木板 为的就是不糟糕东西 破木头也能给它利用起来 三合板发明出了以后 日本人用这玩意用的最多 为什么呢 日本地方小啊 资源少啊 就拿二战时候的老枪来说吧 俄罗斯的那个 墨辛纳干 德国的那个毛色98k 美国的那个加德兰 这三种枪 枪托都是整个的好石木 人家有的是木头 不在乎这个 唯独日本使用的三八大盖 枪托多数都是三合板 老话讲啊 路遥芝麻利日久见人心 三合板的枪托 当时做出来看着跟石木的没什么区别 也挺好 年头一长 木头吸饱了潮气 它开胶了 眼下世界各地好多博物馆收藏的那二战老枪 放得如今啊 别的国家的那枪都跟新的似的 只有三八大盖 说不准那天 也没人碰 也没人动 啪唧一声 枪托自己就开胶 两半了 话说到这儿啊 正听签到的朋友听完这节目 您别忘了抽功夫 看看自己的父母 再不就是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 还有没有这种八十年代 自己打的这种三合板的组合柜 要是打算接茬还用的话 该石头 您帮着好好石头石头 把这份生活的记忆 咱们也给它传下去 这就算不值钱 最起码 它也是念一下 得嘞 咱们今儿就聊到这儿